外國Youtuber租了一輛黃牌重機 想拍片 感受台灣美景 才剛剛上路 卻一不小心 就騎上高速公路 心裡已經夠緊張 又被陌生男子嚇傻眼 不不不不 沒沒 沒沒 當街被攔車 不管騎士怎麼阻止 男子硬是伸手 拔掉鑰匙 雙方語言不同 只能打給朋友求救 事發在去年國道一號 北向九點三公里 細緻路段加拿大籍的Youtuber 擁有六十三萬名粉絲 是知名摩托車旅行家 選擇來台環島遇上小插曲 這段畫面PO上網 引起熱烈討論 網友痛批 不是警察 為什麼可以攔車拔人鑰匙 與伊南自以為正義 還有人說對不起 臺灣落後的交通觀念 造成你的困擾 對於正在騎乘機車的駕駛 突然將他的鑰匙拔掉 使得他沒有辦法繼續駕駛 其實可能觸犯刑法三百零四條的強制 最高是可以處到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事後Youtuber出面緩家 不認為騎士有不好意圖 只是因為語言沒辦法溝通 一時慌張才會拔掉鑰匙 國道警方獲報後 也趕到現場了解狀況 我非常抱歉 外國人物闖高速公路 還是會被依道交條例 最高處六千元罰環 不過被路人攔車拔幼使 引起爭議 也讓他直呼 這趟旅程的前五分鐘 實在太刺激 華視新聞 香港宣傳清順新北報導